首先我的分格符号切在这个地方 因为前面是年后面是月 所以分格符号就是这个下底线 滑鼠右键分格资料行 一分格符号 然后选择下底线 他已经帮我选好了 那你这个时候你选每个出现 因为他也就只有一个 或者是你选最左边最右边 其实都可以 好确定 然后接下来请注意 因为他全部里面都是数字 所以他就把那个前面那个0拿掉了 好然后这个后面都有接点CSV 所以滑鼠右键 去把取代值 把这个点CSV取代为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就可以把后面那个点CSV拿掉 确定 就这样子就好了 这样是不是感觉是民国年 好然后这个是月 那可以的话我再继续做一个动作 就是请把这个栏位重新命名 叫做民国年 民国年 好那民国年加1911他就变成西元年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新增资料行 然后制定资料行 然后制定资料行 这边改成西元 其实就这样年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民国年快速点两下 加上1911然后确定这样子我就可以产生这个西元年 那请把西元年搬到这个月 这一栏应该是月的前面 可以吗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西元年 然后还有月 现在少了什么 少了日 少了日 好但是月底这个很难写 有的时候是28 有时候是29 有时候是30 有的时候是31 所以我们还是用1来做代表就好了 所以继续因为继续插入新增一个资料行 制定资料行 只是这个资料行叫做日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输入1就好了 然后确定 所以你这样是不是就有了年月跟日 对不对 好等一下我再把它定起来 所以请你透过新增资料行去产生西元年 以及日 那日都设为1号